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今次又想继续跟大家跟障一下有关波音的事情 之前有两节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有关由波音航空公司所制造的客机出现大大小小不同的故障 如今恐怕还影响国际太空站 根据美国太空总署最新的消息 本来由波音所制造的Starliner将会在6月18日去接走在国际太空站两名太空人 不过很不幸的就是由于波音的Starliner发现了一些问题 最后就只能够推迟到6月26日 但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恐怕这两名太空人要留在国际太空站至少要到7月2日 为什么会推迟又推迟呢? 原因就是经过波音公司和美国太空总署评估过之后 就认为飞行器出现好几种问题 据说这两名太空人就被延迟再延迟 在太空中要留多20多日 比最初的原定计划增加了一倍多 不过幸好的就是国际太空站内的食品供应有4个月 所以基本上都仍然可以让他们继续在太空站上生活下去 而这部波音的Starliner据说主要有两个问题 其一就是推进系统出现一系列的害气泄漏 第二就是用于操纵飞船的几个推进器出现问题 是几个不是一个 其实之前都已经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件 在去年9月的时候 美国迂航员Frank Rubio 在国际太空站留了一年多才能够回到地球 他可谓打破世界纪录 因为一粒很小的鱼石就在他胜在俄罗斯所制造的飞船上打穿了一个小孔 而之后俄罗斯也派出了另一艘飞船 使得他回程原定的时间足足延迟了6个月 先说多些有关于究竟波音发生什么事 在6月6日的时候 本身波音的Starliner已经经历过多次因为故障而推迟发射 后来也发现发射之后 在升空期间发现害器泄漏和推进器出现故障等等诸多问题 不过这样 波音公司这班Starliner最终都能够成功载着两名美国的太空人停靠到国际太空站 大家可想而知 连飞去太空站那时都已经出现故障 本来原定计划就在6月14日就会离开国际太空站回到地球 不过在6月11日的时候 波音和美国太空总署也表示回程日要推迟到6月18日 因为他们的团队经过评估之后 就发现各种状况都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回程的问题 当中包括飞船的故障维修、天气状况和国际太空站上面的工作 而在昨天美国太空总署也特别提到 这架波音的Starliner的推进系统出现了5次小型害气泄漏 其中有4次就在这架飞船飞去国际太空站的过程中发生 而工程师也根据当前的泄漏情况评估了害气的供应 也确定了Starliner是有足够的分量来支持 从国际太空站回到地球的旅程 一般来说所需的时间是需要7小时的自由飞行时间 而Starliner目前所剩余的害气是足够支持70小时的自由飞行活动 所以从目前的评估来看 害气是足够有余 虽然有泄漏 不过这架Starliner从地球飞去太空站的过程之中 这架飞船有28个推进器但有5个出现故障 而当这架Starliner成功地和国际太空站对接之后 也成功地重新启动其中4个故障的推进器 不过其中一个仍然是处于停止运作的状态 另外太空总署也表示 这次Starliner最多可以留在国际太空站停留45天 可以见到除了波音的客机在最近这几年所产生的问题非常多 如今更将问题延伸到太空任务那时 可想认知现在波音这家公司是多不可靠 虽然目前的评估来看状况不是太差 但波音公司的产品接二连三都出现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是多令人担心呢 还有就是太空任务是非常危险的 小小的差池都可能酿成灾难的 但是波音的产品和他们的质量已经是很明显出现着严重的问题 但没办法 美国仍然需要依赖波音公司的飞船 来维持国际太空站的正常运作 在没有选择的下 美国也只能够继续依赖波音公司的飞船 说到这里可能你会问 在这样的情况 这些太空人有没有足够的资源 给他们在国际太空站上生活呢 正如我刚才所说 在太空站上的食物 是足够给太空人吃够四个月的 至于水和氧气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在国际太空站上氧气主要是透过几种方式来生产和管理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透过电解水来分解 在国际太空站上就有一个氧气生成系统 是一个电解水的装置 这个系统就是利用电解水来产生氧气和氢气 氧气就会释放到太空站里面 被太空人所使用 至于氢气就会排放到太空里面 除了电解水装置之外 国际太空站也有一个化学氧气生成装置 这个装置就是通过化学反应来释放氧气 它是一个被用氧气的来源 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 除此之外 太空站上也有好几个压缩氧气瓶 这些氧气瓶也是被用资源 就是确保电解系统和化学氧气生成装置 无法使用的时候都仍然有氧气供应 而且国际太空站也会接受定期来自地球的补给任务 这些补给也会攜带额外的氧气和必须的物资 从而能够确保国际太空站上的物资充足 一般来说 通常国际太空站会有6名太空人停留在上面 每人每日大约会消耗0.84公斤的氧气 而根据需求量 整个太空站上的氧气消耗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 正如我刚才所说 主要氧气供应就是来自氧气生成系统 透过电解水来产生氧气 这个系统是24小时不停运作 基本上是能够产生足够的氧气供应 而每次补给船都会带大量的水来补给 这个太空站 而且在太空站上也有一个水回收系统 这个水回收系统就是能够从太空人的尿液、汗液 以及呼吸所排出的水蒸气等等的肺水回收之后 再将它淨化 这个系统也能够实现水资源循环利用 至于电就是例自太阳能电磁板 太阳能能够提供源源不绝的电力 也都为电解水系统提供持续的电力支持 虽然水在电解过程中就会被消耗 从而就会分解成氧气和氢气 不过太空站上的再生系统是能够很有效地回收和淨化水的 从而整体上的水资源消耗是很缓慢的 所以虽然在电解过程中部分的水会被消耗掉 但是通过持续的补给和太空站上的回收系统 这系统也可以使得水和氧气能够有持续的供应 至于所排出的氢气 为什么不会直接利用呢 原因就是为了要确保 站内的气体的成份平均和避免累积可燃性的气体 从而就能够确保太空站内的环境稳定和安全 而这个系统也是维持着太空人的生命最重要的支持系统 所以暂时来看 对目前滞留在太空站的太空人来说 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波音公司的飞船接二连三这样出现问题 我认为美国的太空总署下次就不要再使用波音的产品 那就会稳妥一点 但是不使用波音的产品 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那也是有的 就是特斯拉旗下的SpaceX所开发的飞船 也可以和国际太空站对接 当中包括Dragon1和Dragon2 而Dragon2也成功在2020年5月30日 和国际太空站实现对接 除此之外 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和进步号飞船 都能够和国际太空站无逢对接 不过现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么差 美国会不会找俄罗斯帮一帮忙呢 暂时看美国就没有这个意愿 如果不找俄罗斯 而同时特斯拉又帮不了手的话 那就只能够要找欧洲的运载飞船了 不过欧洲的运载飞船是自2014年后就退役 没有继续使用 所以欧洲的飞船相信也不能够作为一个后备选择 而且欧洲的飞船只是用于货运 没有试过拿来载人 所以总体来说 选择真的不多 能够载人的基本上就只有俄罗斯、美国的波音和特斯拉 不过如今波音公司的产品质量这么差 连这么重要的太空任务都连出现故障 看怕以后美国太空总署的合作伙伴 要多跟特斯拉谈一谈 再者波音公司作为美国洪空技术的代表 以近年来屡次出现技术问题 包括飞机及太空船的故障 也显示出 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正正面临挑战 而且这系列今为频繁的技术故障 以及延伍也可能反映出 美国在创新和技术研发方面遇上很大的阻滞 除此之外 波音的技术问题也暴露出 美国的工业基础和制造能力 现在已经去到非常令人担心的时候 从过去几年来看 波音公司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也可能反映出 美国的制造业存在着系统性的问题 而这个系统性的问题 对于保持美国的综合国力是至关重要的 而美国太空总署和波音的合作 也令人感到非常之怀疑 而现在波音公司的项目出现多次延迟 在技术问题上也显示出 政府和企业在各个项目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 协调非常不足 从而影响类似这些国家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 还有这件事也可能会进一步 削弱美国在国际太空竞争之中的地位 而当前在面对着中国和俄罗斯的太空探索领域 相比之下 美国出现这种持续性的技术问题 恐怕可见将来也会逐步地丧失他们领先的优势 还有就是在高货级领域持续的失误和拖延 不单只影响着国家的声誉 更加会对经济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而波音作为一家大型跨国公司 长期出现类似的问题 也可能会导致投资者的信心下滑 进而会影响整个美国经济的稳定性 而这类事件也可能影响公众对美国科技 以及政府机构的信心 如果公众对高科技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度 持续降低的话 恐怕会对国家整体的发展和社会稳定 产生不良的影响 总括来说 这次波音的Starliner事件 也反映出美国在科技竞争力、工业基础、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协调效率 以及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影响 以及社会信心等等多方面挑战 如果这些问题持续恶化下去 更加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的话 长远来看也提显出 美国的综合国力是向下走的 好,关于波音公司的问题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